历代治下第32章 有许多人聚集,塞了一切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,说,亚树往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? 西西家力图自强,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,高与城楼相齐。 在城外又住一城兼顾大卫城的米罗,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。 设立军长管理百姓,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,用话勉励他们,说, 你们当刚强壮胆,不要因亚树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,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。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弊,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 他必帮助我们,为我们征战。 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,安然无惧了。 此后,亚树王西拿基利和他的全军攻打拉吉,就差遣臣仆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西家和一切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,说。 亚树王西拿基利如此说,你们倚靠什么,还在耶路撒冷受困呢? 西西家对你们说,耶和华我们的神必救我们脱离亚树王的手,这不是诱惑你们,使你们受饥渴而死吗? 这西西家岂不是废去耶和华的秋坛和祭坛,吩咐犹大与耶路撒冷的人说,你们当在一个坛前敬拜,在旗上烧香吗? 我与我列祖向列邦所行的,你们岂不知道吗? 列邦的神,何尝能救自己的国脱离我手呢? 我列祖所灭的国,那些神中,谁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呢? 难道你们的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吗? 所以,你们不要叫西西家这样欺哄诱惑你们,也不要信他,因为没有一国一帮的神,能救自己的民脱离我手和我列祖的手,何况你们的神,更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。 西拿基利的臣仆还有别的话,毁谤耶和华神和他仆人西西家。 西拿基利也写信,毁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,说。 列邦的神既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,西西家的神也不能救他的民脱离我手了。 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言语,向耶路撒冷城上的民大声呼叫,要惊吓他们,扰乱他们,以便取成。 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,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样。 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因此祷告,向天呼求。 耶和华就差遣一个使者,进入亚述王营中,把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、将帅尽都灭了。 亚述王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,进了他神的庙中。 有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杀了他。 这样,耶和华就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,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,又赐他们四敬平安。 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,将贡物献于耶和华,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。 此后,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,看为尊大。 那时,西西家病得要死,就祷告耶和华,耶和华应允他,赐他一个兆头。 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,报答耶和华,因他心里骄傲,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。 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,就一同自卑,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。 西西家大有尊荣之才,建造府库,收藏金银,宝石,香料,盾牌和各样的宝器。 又建造仓房,收藏五谷,新酒和油。 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卷,并且建立城邑,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,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。 这西西家也塞住鸡讯的上缘,饮水直下,留在大卫城的西边。 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亨通。 唯有一件事,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,访问国中所献的骑士。 这件事,神离开他,要试验他,好知道他心内如何。 西西家其余的事和他的善行,都写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的末世书上,和犹大以色列的诸王记上。 西西家与他列祖同睡,葬在大卫子孙的高陵上。 他死的时候,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尊敬他,他儿子玛拿西接续他作王。 中国人地的诸王也列证人。 西里头是相当的一条围来的侠来的。 西島玛拿西西市建て。 西西西西市建て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